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宋拜 很快就来到六月份了 大家有没有留意呢 六月份今天是第二天 我们新的网上零修主题 题目就叫做《追求真正的快乐》 我想问大家今天你们快乐吗 其实人在顺境的时候很容易感到快乐 这是很正常的事 但是大家有没有留意 圣经里面也有跟我说过 就算在我们五欲快的日子 艰难的时期 其实我们也可以借着神尋找到快乐 是怎样做的呢 所以大家要记住留意 我们六月份的灵修文章 从中大家可以真正看到《追求快乐》的全员 这些灵修文章一如以往 都是星期一至六 在我们教会三大群组上 也会在Facebook上 大家要留意 说到快乐 大家有没有留意 上几次我们有个报告提醒大家 六月份我们教会有件很高兴的事发生 大家有没有人记得 有的 你们怕丑而已 我提醒大家 还不记得这三个字 《一大组》 是否很厉害呢 这三个字 这是一个新的团契 将会下个星期 崇拜之后 就会正式第一个隆重开幕 这个《一大组》 时间是11点20分 大概一个小时 就在旁边的106室 这一个顾名思义 一大组 大家想想 什么人 其实一大组里面 当然是什么人都有 有男 有女 无论你是哪个人生的阶段 什么背景 来了教会多久 又或者你的信仰程度 去到哪里 我们都是无任欢迎的 所以这个组真的适合大家 我们这个组 其实是想通过这个淑灵的分享 去和大家有一个更加深的认识 这个团契的认识 就会有大组的分享 大家一起 也会有小组 我们更加认识大家 而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东西吃 对吧 一个小时 很快就过 大家下个星期 记住记住 崇拜完之后 就来参加我们隆重 一大组的开幕了 希望到时见到大家了 说完吃了 开心 小朋友 送拜完之后 当然是很开心 看到大家 追追逐逐 玩一下 这个捉衣恩 但是也想隆重地 隆重地有一个温馨的提示 各位家长 希望提醒子女 或者要督促一下他们 留意一下他们 不要在车附近玩 更加不要在车中间玩足以恩 因为除了他们会受伤之外 如果万一一个这么不幸 黑花撞烂这些车 我们是有责任赔偿的 而这个也是大厦管理员 留意到的事情 要我们正重和大家 宣布和强调这个严重性 所以希望大家合作 教导一下你的小朋友 留意一下 观察一下他们 叫他们不要在车里面 车中间附近玩 说到今天6月 时间过得很快 已经过了一年的中间 大家在这半年里 有没有想过 大家经过港道 或者是团契 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成长 很多得着 希望大家除了 带了些东西回家 都要慷慨地拿出东西 就是甘心乐意 以金钱奉献给教会 对神一个感谢 我们也有奉献信封 在后面 大家可以随便用 记住 捐得乐意 就是神所喜悦的事 所以希望大家永远都是有心不怕迟的 6月开始都不要緊 今天中文堂之后 我们也有英文的崇拜 今天讲到是Mark Sir 完了讲到之后 我们有主餐 希望大家留意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